用什么颜色画天空才对? 用什么颜色画天空才对? 马蒂亚斯觉得很烦躁 他不知道要用什么颜色才好? 好,皮纳洛普问他,怎么了? 马蒂亚斯说,我想画天空,可是他的颜色瞬息万变 皮纳洛普提议说,我来帮你好不好? 好啊,不过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哦 我想要画出旭日出生时的天空 嗯?就是太阳刚出来的天空啦 那是不是就好像阿黄皮肤的颜色啊 阿黄是一只猪 没错,就是这个颜色 马蒂亚斯说 现在我想要画太阳缓缓上升 越爬越高时的天空 马蒂亚斯说 嗯 那是不是就好像地奥多拉 孩子们羽毛的颜色 哦,没错 就是这个颜色 阿蒂亚斯回答 我还想要画出下雨时被云朵遮住了脸的天空 那是不是就好像托马莎毛皮的颜色 托马莎毛皮的颜色 没错,就是这个颜色 那么你可以画出落日西沉后的天空吗? 皮纳洛普又问 马蒂亚斯 绞尽脑汁 想了又想 怎么画出这个颜色呢? 啊哈,我可以 他喊了出来 就是我头发的颜色嘛 答对了 皮纳洛普说 嗯 晚上天空的颜色 就是你的头发的颜色 哇,马蒂亚斯心想 原来天空可以有那么多颜色啊 结束